领导庭安师慈悲 这位庭安师慈悲 这位前嫌大家晚安 我们上一回讲到哪里呢 要讲 《卢埃公问仲泥》这个 是不是 来 《卢埃公问于仲泥》 这张主要就是讲 我们要以德化人 不要以貌取人 由于修道人就不要重视外貌 那如果你的外貌很平庸 甚至很丑陋 可是还是对于众生 有吸引力 有说服力 有感化的力量 那就是真正有德了 真正有德之人 那我们现在人是很重视形象的 很重视形象 道心形象要好 道场形象也要好 那真正能够感动人的不是形象 形象只是说能够吸引人注意 可是看久以后就 看顾为仙 就没什么了 只有道德呢 对人的那种吸引力 滋润的力量 感化的力量 提升的力量 进化的力量 那是日新奇德 那是每天都会有新的体悟 跟一个有德之人相处 不是像你住在一个豪宅里面 每天都一样 开始稀奇 最后就不稀奇了 但是大德者就不同了 不是他每天会变化 而是你自己每天会变化 你自己接近大德者 你发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 每天都有新的领悟 这就是大德者对人的一个影响 但我们道心在道场也是一样 我们有大道 无形的大道 有形的前贤大德 所以生命一直都在进步 要不是有一直有进步 上课上十几二十几年 拜拜拜了十几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四十几年 谁受得了 久了就读大学也没读那么久 对不对 求学过程也没那么久 学校待几年就厌得不得了 这也没有人强迫你来 学校还说是要强迫的 因为很多因素 很多利害关系 你不得不来 道场没有人要强迫你来 为什么会来呢 就是因为生命有提升有转化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鲁埃公问于众尼曰 这鲁埃公呢 他请问孔子啊 说未有恶人焉 曰埃台陀 魏国 魏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在鲁国的附近 他就有一个很丑恶人 不是坏人 这恶人不是坏人 是讲丑 丑八怪的意思 名字叫做 埃台陀 丈夫与之处者 是而不能去也 就是男生呢 丈夫讲的就是前道 前道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常常会思念他 常常会想起这个人 而不愿意离开他 是而不能去 就完全被他吸引住 而不愿意离开他 就很希望 简单说这人 最后到丁 在一起相处呢 愉快 而且会 抓得住你的心思 要失而不能去也 你会常常想念他 思念他 富人见之 那如果是昆道 看到他以后 就会请求父母亲说 与为人妻 您为夫子妾 他说与其呢 嫁给别人做大老婆 不如嫁给他当小老婆 以前是可以娶妾的 但他不一定就娶过来 因为他也蛮穷的 娶不起那么多老婆 您为夫子妾者 十数而为子也 有十几个 十几个 这个女孩子 昆道 所以请求说 要嫁给他当妾 而且 树木还在增加中 为子也 然后树木还在增加中 他很丑 长得很丑 又丑又穷 为什么一个人 对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让人愿意放弃现实的利益 像女生啊 女生 按照科学家的研究啊 男人比较会重视外貌 前道在择偶的时候呢 外貌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昆道就不是 昆道在择偶的时候呢 社会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没办法 因为昆道 他要养儿育女 他的集团精英里面 就要为下一代 有好的教养 教育 培植 那就必须要有好的社会 地位啊 所以他们有做过这个试验 找一些帅哥 还有一些丑男啊 在这个摄影棚照相 照那种型男的照片 然后就让这些女生去勾啊 打分数 那那种帅哥 当然都打八九十分 分数很高 那种丑八怪 当然都三四十分不及格 那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照片 下面再加上他们的职业和收入 当然是乱写的啦 帅哥的职业是加油站的小弟 分数马上掉到不及格 然后那个丑八怪的 这个丑男的这个职业呢 哇 约入三四十万 这个创意公司的总监 哇 八九十分 还有人打满分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昆道有这种能力 他可以 就这样你长得很丑 可是当他知道你是有社会地位 以后他大脑就分泌很多 奇怪怪的荷尔蒙出来 改变他的视觉 观感都改变了 整个就觉得你浓荒焕花起来 为什么他们为了要抚育下一代 没有办法 他们要找到那种有强大的社会地位 和经济能力的人 小孩子才可以 在很好的优渥的环境中成长 那他改变这个东西呢 他不只是长得丑 而且没有社会地位的 后面会讲到 他没有社会地位的 没有钱 没有社会地位 可是却让这些 男生女生都愿意跟他长相左右 长期在一起相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呢 其实我们到场很多前辈也是这样 不是说前辈很多 昆道要嫁给他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会愿意追随他 永远追随他来修行 虽然追着他 可能会追到牢里去 在早期是这样子 有人觉得大帝 你跟着他修行 可能会被抓到牢里去关起来 因为他自己都被抓去关起来 最没有社会地位就是这种的 对不对 善良流氓 邪教的帮主 这没有社会地位的 为什么人家还要追随他 为什么 那只有 社会上的想法 只有一个想法 就起轰黑胡 就只有这样想了 真的 事实上不是的 就是有德 就有德 才会产生这样子 一种心灵的 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是违背科学的 那违背科学 科学来讲的话是 前道要看外貌 坤道呢 就是要看社会地位 但是他 他扭转了这个局势 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不可能 道场这种事情很多 在道场里面 这种事情非常的多 那很多的前辈啊 甚至谈主啦 点传师啦 讲师都有这种吸引力 不只是前人为 尤其现在还不稀奇 现在因为我们道清都很有福报啊 道场都很壮观宏伟啊 你要几十年前那个时候 对不对 你修道是犯法的 一样跟得紧紧的 对调调 也是私而不能去 到了道场就不想离开 对不对 也是宁可清修 也不要结婚的 只要能够跟在前辈的身边 一起修行 就心满意足 这都已经超越了这种 人性的低俗的那种现实和欲望 未尝有文奇畅者也 尝贺人而异矣啊 那么我们会觉得 那很简单嘛 他口才好啊 他道理讲得很好啊 有法师啊 很会说法吸引人来 虽然人没有吸引力 可是他说的法有吸引力 对不对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可是呢 他没有 未尝有文奇畅者也 畅的意思就是 他提出任何主张 不是他唱歌的意思 这边畅的讲的就是 提出主张的意思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主张啊 观点啊等等的 没有说 我告诉你什么人生的真理啊 要怎么样修行 要怎么样安身立命 要怎么样子处理人生的问题 不管是出世法 入世法 这都没有提啊 未尝有文奇畅者也 常贺人而异 那他也不是沉默 你来跟他讲话什么 他会应赫你 他不会提出主动的主张 可是你说他什么 他会应赫你 以你为主 他好像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主唱者 他是合音 简单的说 他只负责合音了 你唱歌他在旁边帮你合音 你在讲话他帮你 应赫你 跟你谈 回答你 回答你的问题 简单的说 他是回答 他只负责回答 他不是负责提出主张 贺的意思就是回答的意思 无君人之位 以祭乎人之死 那么他没有君王的位置 也没有坐大官的位置 以祭乎人之死 来帮助你说 你犯了死刑 我可以赦免你 或者你犯了罪 我可以有官府的力量 可以让你减轻 你的行责 所以无君人之位 以敬夫人之死 无君人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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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望人之父 也没有钱 君人之位 君人之位 也没有君人之位 君人之位 君人之位 以敬夫人之死 来填饱你的肚皮 不是说你去找他 有道理可以听 有事情 有困难可以求他解决 或者是呢 没钱可以借钱 没粮食可以请粮 没有 他也没办法救济你 什么都没有 到那边什么都没有 连道理都听不到 又以恶害天下 而且 又不是说去看俊男美女 恶害天下就是 丑到毙了就是了 丑到全天下 这别有比他更丑的 天下人看到他 都会吓一跳了 恶害天下 恶而不畅 而且光回答人家问题 也不会提出主张 恶而不畅 你不讲话 他就不讲话 你讲话 不过是问他 他就 你要问他问题 他可能回答你几句 一定都是很简单的回答 自不出乎世欲 论他的智慧吗 也不会有超出旁人的地方 世欲的意思就是东西南北四边 没有过人之处 也不是说见多四广 没有 他就永远住在那里 他就住在那个地方 不会往东边跑 也不会往西边跑 南边跑 北边跑 他就在那边 安安静静的住在那里 又等人家来找他 他也不拒绝别人 还没要求别人来找他 且而吃穷何乎钱 这样子一个人 简单的说呢 客观的去看他 客观的去看他 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 只有长一个丑模样来吓人而已 没有钱 没有权 没有美貌 没有口才 没有学问 我们人追求的就这些东西 简单的说 我们人要追求的所有东西 他都没有 一无所有 他都没有 但是呢 吃穷何乎钱 但是钱道坤道 男生女生呢 都聚集在他的面前 势必有异夫人则也 他说这样人 他就很好奇了 这个卢爱公啊 他觉得这个人呢 一定有异夫常人之处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呢 追随他呢 问了半天 他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东西 拿得出来东西 连一句话都没有 连一个真理说 我传播真理都没有 他说这个人一定有异夫常人的地方 所以寡人招而观之 所以这个卢爱公呢 就觉得很好奇 就把他 就召唤他 下旨啊 召唤他 因为鲁国比魏国大 他虽然是魏国人啊 那召唤他 他也是来了 他那个人很随缘啊 很随和的 你叫我我就去了 召了个观之 果然名不虚传 果以恶害天下 果然够丑了 够丑了 没看过那么丑的 恶害天下 可是呢 与寡人处 不至于月数 还没到一个月 不至于月数啊 还没到一个月 而寡人有异夫其为人也 所以这个卢爱公很有耐心 不会看到 哎呀 这个人长那么丑 又没什么优点 就就不跟他了 相处 所以他既然有这样的特质 我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试试看 相处不到一个月 寡人有异夫其为人也 他也没讲什么话 还是那样子啊 赫而不畅 那他国王当然 也不需要他的权汉钱 权汉钱国王都有 唯一的就是说 看他能不能讲什么道理 也没有 可是就在一起相处 跟这个卢爱公相处了不到一个月呢 这个卢爱公呢 有异夫其为人也 就是这个有异夫的意思就是说 很认同这个人 就很认同这个人 就心里时常想到这个人 有异夫其为人 就是我的意念里面 好像时常出现这个人 时常想到他 想到他的样子啦 想到他的动作啦 想到他的说话啦 常常会想到这个人 常常出没在你的脑海之中 这就很特别了 不自乎乎鸡年啦 然后不到两年 过一年多不到两年 鸡就是二的意思 相处了一段时间 一年多以后呢 寡人信之 我对他已经 这个卢爱公对他 已经完全信任了 已经完全相信这个人了 寡人信之 国无宰 寡人传国焉啊 那么国家呢 没有宰相 这卢爱公就要把国家的 大权啊 最高的权位 就是宰相 行政院长 就找你挨抬头来干嘛 就刚好内阁总辞嘛 然后他就说 我请你来当行政院长 寡人传国焉 哇一般人就义不容辞 对不对 赶快挑下来 不要摇跪给谁 推两下没了 赶快接下来再说 要抢这个位子的人太多了 所以要把这个宰相的大卫啊 执政权啊 传给他 闷男和后应 他听到以后呢 闷声不响 来 我邀请你来入阁啊 来 不是入阁啊 来组阁 邀请你来组阁 组织这个内阁 来组长国家大权 一个 国王他能够 他最大的礼物就这个了 对不对 这个名利权位通通在里面了 要什么有什么 最好他 要不然除非就是皇帝的位置 当然可以拿 最好的东西就这个了 要讨好他 因为他喜欢他 相信他 喜爱他又相信他 相信这个人 一定对国家是有帮助的 信任到这个程度 甚至整个国家愿意交给他 相信他对国家一定会有 治理的更好 结果他闷声不响 闷蓝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 不 没有反应的意思 但是国王问他 他也不能没有反应 他迟疑了好久才 哦 难而后应 哦 是这样子啊 但也没有答应 也没有接下来 叫犯 犯而若慈啊 犯而若慈就是说 他的态度呢 一点都不积极的 犯就有一种很消极 又不好意思拒绝 但是看起来就好像要推迟的样 我想想看吧 可能就是这样 看起来就是一副 很不想要这个东西 就好像你觉得很好吃的食物 拿给他 他说哦 你放着 过两天再吃 过两天就臭掉了 寡人丑乎啊 他不想接又不好意思拒绝 就这个意思 看起来就是不太喜欢 这个谁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个卢埃公 丑乎啊 这丑乎那个下面 是 叮叹号 不是问号 这个卢埃公就是说 寡人就是说 我觉得 觉得蛮丢脸的 觉得蛮尴尬的 觉得自己好像强迫人家 去接受一个 烂东西一样 虽然我已经觉得是最好的 可是又没有得到你的一种感激 一种所谓知遇知恩的感激 没有 可是呢 他还是勉强的 足受受 忠于 忠于他还是把 这个 宰相的位置呢 交到他的手上 解决就勉强他 终于还是勉强 这个挨抬脱 知道这个人客气 不好意思记得 就勉强的叫他接下来 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 就他勉强的接下这个位置以后 够没几天 落跑了 去寡人而行 不辞而别 不辞而别 没有告辞 因为怕他留他 就跑掉了 去寡人而行 就离开了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躲起来了 寡人去焉 去就是忧愁的意思 忧愁 他说我呢 非常的忧愁 若有王也 好像有很强烈的失落感 失去了好重要的东西 好像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 离开我了 原来这个人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 他离开的时候把他心都带走了 去焉若有王也 若无语乐视国也 那种感觉呢 就好像没办法快快乐乐的当一个国皇帝了 当一个国王了 就算当国王也觉得一点滋味都没有 无语乐视国业 当国王的乐趣都没有了 一般人会觉得当国王 哇 不是现在的马总统这种的国王了 以前的国王谁敢骂的 骂就要杀全家的 那只有他骂人的份 所以那种全请天下的 为所欲为的 一般人觉得这最好的 我要什么有什么 谁也不敢反对我 但这种快乐他觉得不快乐了 就是挨抬头 离开以后 人生的快乐都失去了 连当国王的快乐都失去了 应该一般人会觉得当国王 哇 古代的国王那是最快乐的 要什么有什么 你愿意听人家的劝告就听 不愿意听的话呢 谁也不敢劝你 更不要说是批评指责了 也不会有人去做民意调查 说你已经掉到20%了 也不会有这种讨人厌的东西出现 这种快乐 一点都不觉得快乐了 所以这个 外公就觉得太奇怪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仔细想一想 这个人 他也没说什么 他也没做什么 他又长得那么丑 对不对 这为什么呢 这就像我们道场那些前辈一样 很多小孩子 年轻人跟着他去修行 父母亲也会觉得 对不对 一定饮到福啊 是一定这样想的 你跟着他干嘛呢 他也不可能给你钱 甚至你还要捐钱 来办到 要不要给你钱 又不是帅哥 又不是美女 所以这个 外公就问孔子 去请问孔子 因为孔子后来又当了 鲁国的这个大师寇 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么奇特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吸引力 东尼曰 某野 秋也 常事于 除矣啊 他说我 孔秋啊 曾经呢 初始到 楚国去 当我看到这个 臀子 就是小猪啊 十余其十母者 就一群小猪 那个猪有的一生生死几个嘛 那群小猪呢 在吃这个母猪的奶 但是母猪已经死了 母猪可能生病啦 死了 但小猪还不知道 但是还是有奶啊 就有少年 炫弱啊 但是过了一下子 炫弱 就是突然间 感觉不对了 就好像 看到什么 刚刚跨牛柜啊 接弃之而走 那全部就 就跑掉了 放弃他那个妈妈的尸体 就跑掉 就算有奶喝啊 他也不喝了 就跑掉了 因为 母猪刚死还是有奶的 然后 他也跑掉了 为什么呢 不见乙烟额啊 不得泪烟额 因为已经看不见 以前的那个母猪了 以前的那个猪妈妈了 已经看不见 以前的猪妈妈了 不得泪烟额 那已经是鬼啦 跟你不同类了 已经是猪鬼了 不是活着猪啦 不得泪烟额 虽然那个形状还在的 可是已经不同类了 人鬼 不是人鬼殊途 猪鬼殊途 不得泪烟额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啦 所爱其母者 会爱其行也 爱死其行者也 所以连猪都知道 他所爱的母亲 不是爱那个母亲的形状 外形 而是爱那个 能够驱使这个肉体的 那个灵性 猪也有灵性了 当这个灵性离开以后 这个灵体离开以后 肉体呢 连小猪都知道 这不是我的妈妈了 我的妈妈已经离开了 这只是一块臭肉而已 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不是不爱他的妈妈 因为他们所爱的妈妈离开 他们知道 连猪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同样的形形啊 我们喜欢一个人 不是喜欢他的外形 而是喜欢住在 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运用这个身体的 这个灵性 这个灵性 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 所以这篇讲德充福嘛 这个福就是心灵的意思 充满你心灵的 是道德吗 德就是仁义啊 德我们说得很抽象 就是仁义 是仁义理智性吗 还是贪嗔痴慢呢 所以要让德来充满你的心灵 福就是心灵 福就是心灵 为什么说心灵说福呢 因为心会去跟外界呢 做一个感应 所以叫福 福就是所谓福和嘛 心和外境 对待的时候 这个能 能够驱使这个形状的 和我们所驱使的这个形 或者身外之物 驱使的这个身体 或者身外之物 会产生感应 所以说那个猪都爱着 你小猪都知道 爱死其行则也 那问题是 你那个死其行的母猪 的灵性 小猪会爱她 因为她有母爱在 她离开以后 小猪就离开她的肉体了 但是 她光讲她死了以后 小猪会离开她 可是我们要知道 就算这个猪没死 这个母猪到小猪长大以后 尤其是野兽啊 她会去攻击这个小猪 甚至真的把她杀死 要让她离开她 然后最后那个小猪会害怕 害怕这个母猪啊 会也会离开她 虽然一样那个身体在那里啊 可是她心灵不同 她觉得她对我会伤害我 她就离开她了 不是爱我保护我 而是伤害我 但是为了繁殖没办法 那个小猪永远跟着母猪 永远长不大 所以动物都会攻击 包括母鸟都会攻击小鸟 要逼迫她离开 这样 那不离开就真的把你着死算了 要不然就变成我的障碍了 而且对于代代相传的优生学 也会产生影响 然后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爱的是那个 使其行的心啊 你可爱的也是那个心 你可恨的也是那个心 心灵是最重要的 爱使其行者也 暂而死者其人之仗也不以煞之啊 那这边是另外讲的啊 就说那个打仗死掉的人啊 因为身体 以前古代和现代不同 现代说打仗死的 可能被枪打死的 可能就一个洞而已 以前打仗死的话 一定都是缺手缺脚的啦 因为以前战争啊 那是用刀子砍的 斧头砍的 那都是残缺的 肢体一定是残缺的 和一般的死亡不同 真肢体残缺 所以肢体残缺的使者啊 其人之仗也不以煞之 就不能说用 这个煞之的意思就是说 用隆重的仗礼 不能用很隆重的仗礼 悦者之巨 无为爱之啊 皆无其本以啊 这煞之就说给他 因为他身体残缺 所以你要给他穿很隆重的礼服 你也没办法穿啊 对不对 肚破长流 缺手断脚 头可能都断了 大部分都是头被砍断了 所以你给他穿隆重的这个 煞之这个意思就是说 王者穿的隆重的这种 这种上服啊 这种礼服啊 要穿的去见上帝的 没办法给他穿这个 最好就是活化了 像以前在 希腊在西方啊 罗马啦这些 战时的人一定都是活化 其实活化是很好的 活化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人会执着自己的肉体 所以不管是西方或东方 中国人是没有活化了 以前了 那但是 在西方啊或者在这个印度啊 都有这个火化 因为人会执着自己的肉体啊 那你火化的时候肉体变成火 变成光 好像浴火重生一样 所以一想到自己的肉体的时候 就是那种火 光 那代表一种光明 那代表一种光明 就是他就变成他 从黑暗变成光明 这是一种印象的问题 那有火有向上 腾生的那个 那个像啊 悦者之据无为爱之啊 悦者就是被砍断脚的人 那就算有很好的鞋子啊 无为爱之 也没有办法去用它了 他也不会喜欢鞋子 断脚的人不会喜欢鞋子 再好的鞋子他都不会喜欢 因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呢 皆无其本以啊 就像好的礼服 对一个肢体残缺的人 他是没有用的 就像好的鞋子 对一个没有脚的人 他也是没有用的 无其本嘛 他已经没有这个根本了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用来穿这个衣服 用来穿这个鞋子了 无其本以 这个也用来批语说 我们的身体 不管好看难看 它都是衣服 都是鞋子 都是衣服和鞋子 最重要的是 那个使用这个身体的 使用这个身体的灵性 那才是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灵性 身体再好都没有用了 无其本嘛 没有根本 这是要提醒我们 要重视心灵 不要重视肉体 提醒我们 要搞清楚这个分野 为天子之诸遇 说如果当天子 天子的遇 遇者啊 遇者就是帮他驾车子的 帮皇帝啊 驾车子的 驾马车的 这个叫遇者 在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帮皇帝驾马车的人啊 不是随便人都可以 可以 可以担任这个工作的 不爪剪 指甲不能剪的 要保持他的完整 所以身体 法夫 受制父母 不可损伤 他连指甲都不能损伤 不要说头发 不穿耳 耳朵不能穿孔 因为不完整 指甲剪的都不完整了 不要说耳朵穿孔 那你说缺手缺脚的 缺指头的 那都 那都不能采用 娶妻者子于外 那娶了老婆以后呢 就 就不能再用了 不能再用了 不得复死 行权有足以为耳啊 何况 权德之人物啊 那么当天子的遇者 要驾这个天子的车子 他要行非常的全 甚至不能失去他的统真 娶老婆不行 就是他保持 他的完整的行 完整的行 然后才可以怎么样 才可以担任这个高贵的工作 叫行权有足以为耳啊 何况权德之人物 何况呢 他不是行权 是权德 他的德性完美 身体完美 还可以被选出来 当天子的遇者 如果是德性完美的话 那就不是当天子的遇 诸遇了 是当什么 是当天使 当上天的使者 上天的使者就是要全德之人 道德是完整的 道德没有缺陷 要全德之人 所以我们都想要当上天的使者 我们说办事员办什么 办什么事 就是办佛事的 在座应该都是办事员的 那办事员要全德 行不全没关系 德要全 行全那是当天 当这个皇帝的使者 然后德权呢 全德呢 才可以当这个上天的使者 所以今哀台陀啊 为言而信 无功而亲 他说今天哀台陀这个人呢 他没有说话 别人就相信他了 什么话都不说人家就相信他了 可见我们要取得一个人信任 重点不在你说什么 重点在你有没有全德 你有没有全德 你德信 道德不完美的人啊 口才再好 人家还是觉得怪怪的 信不下去 你道德完美的人呢 你很木讷 口才不好 不会讲话 人家还是相信你 所以说 为言而信 无功而亲 无功呢 就是说我对你没有什么功劳 一般人说我亲近你是因为你对我好啊 你对我付出很多啊 你对我有奉献啊 我得到你的好处啊 没有 没有功劳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功劳 可是你呢 自然会来亲近我 会得到别人的亲近和信任 而且不言无功 此人受己国 唯恐其不受也 而且让一个国王呢 要把自己的国家大权送给他 还唯恐他不接受呢 好像我要把财产都给你 那你就还怕你不接受呢 他说这种人呢 一定是财权而得不行则也 这种人呢 就是属于财权而得不行 当然什么是财权而得不行呢 等一下他会做深入的解释 那这次后学 好像上个礼拜吧 前一个礼拜 前个礼拜我们领导点栏师 通知后学 说 中国大陆那边有派了 二十几位的学者 教授 来台湾 做一贯道的探访之旅 就是来探访一贯道 了解一贯道 那这也是办官方的 等于说官方派人来他们也不了解 找这些宗教学者 那都是从什么南京 上海到北京 甚至到山东 山东大学 这些一流的明星大学的 北京大学 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都有 这些一流学府的这个宗教 或是哲学的 这些系主任啊 教授啊 专家 来研究一贯道 了解一贯道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交流啊 好像有在我们神威道场住了 住过几天嘛 他们说得到非常大的感动 他们发现一贯道 投入这个震灾旧灾 而且呢 看报纸看电视都没有看到 做的那么热烈 可是呢 不是为了明 不是为了宣传 做了 人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他说一天要煮一万个便当 那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些教授这样说 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说 大德林前人就通知后学 说去跟他们谈一谈 那理事长呢 就希望后学起来 讲讲 讲几句话 但时间很短啊 我们就讲几分钟而已 不过后学就有跟他们 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一贯道 不是光你看到的这个庄园的道场 还有这么多人 做这么多的事 救灾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一贯道的宗旨很简单 我说呢 就是以传道来救世 我们不是用教育来救世 我们也不是用慈善救济来救世 那些也救不了世 救不了这个世间的人 我们也不是用医疗来救世 也不是用政治来救世 更不是用军事来救世 救世 我们救世用什么救世 就是用传道来救世 问题是传道 这个道是很抽象的东西啊 是不是 道是很抽象的东西啊 道是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啊 你怎么传啊 所以具体的说传道就是什么 就是传心 就是传心 心和道 好像也是两回事啊 但是心和道有两个相同的特质 道是无形的 心也是无形的 道无形而有神 心无形而有灵 对不对 所以神而灵之啊 灵而神之 所以心灵 心和道是一样的 都是无形无相 但是呢 广大灵感 都一样 只是说 道的灵感更大 心的灵感比较小一点而已 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传心 但是呢 我们会想 传心每个人都有心嘛 那需要你传啊 是不是 谁没有心呢 需要你传嘛 那我们不了解 我们一般人认知的心 就是思想和情绪而已 思想和情绪是心灵 大海的很小的部分 思想和情绪是心灵大海上面的很浅诚的波浪而已 大海下面一万多公尺一两万公尺都是平静的 沉静无泊也充满保障的 上面波浪起伏的是你的思想和情绪 我们一般人想到自己的心就是思想和情绪 那个非常粗肤浅的 我们传的心是心灵的大海 就我这边讲的全德 把你所有的德传给你 让你深入 我们就透过一个简单的传道仪式 末后一早可以让你进入心灵的底层 更深层 心灵不是只有思想和情绪 它的下面是有大智慧 大仁慈大勇敢的 智人勇三达德 通通具足在里面 传道就是传这个东西 传你的智人勇 把你本性里面的美德 给你启发出来 给你启发出来 那不是思想也不是情绪 这是后学对他们做简单的介绍 所以今天我们用传道来救世 要救人就是要传道给他 而传道呢 就是让他的心灵 进入全德的状态 让他那个 只有思想和情绪 波逃起伏的心灵 能够变得沉静 自在 喜乐 光明 有智慧 功德具足 那叫全德之人 好 我们再来看 孔子怎么解释 才权而得不行